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来报律师邓宏 养治法守法据理理争 离11月8号的中期选举只剩下7个星期了 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国会参众两院 谁会当选民主党会不会失去这些席位 但是从拜登跟川普的行动 也可以看得出双方都有可能会割足2024年的总统选举 在这个会谈里边在面谈里边 你可以看得出拜登也是一直坚持 我intent to run 他要有意图去竞选连任的 不过他现在在到11月份 他会变成80岁 80岁月是82岁 2020年他要重新要竞选的话 那有可能美国现在80岁 他已经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级最大的总统了 当然在很多民众里边 他希望有新人出来 你可以看得出在过去一两个礼拜 加州的州长Newson到德州去 这个做宣传 这个星期到了这个Texas里边去 同样推动他的移民政策 他在德州说这些无证移民应该得到驾照 就像加州的AB60无证移民可以拿到驾照一样 所以他也是想办法来推销加州的经验 在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们可以看得出双方都有很多举动 今天的华尔这个华盛顿邮报里面他谈的 拜登跟川普rematch再度交手 现在已经开始了 所以在再度他也提到 他说拜登总统在马尔利兰的一个民主党聚会里边 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已经说 他说川普现在所做的东西 以后我们他们这些做的都是这个不承认选举结果 所以有观众里面时下说lock him up将他关起来 所以拜登的话他马上就说我所有的民调已经显示出来 他至少会赢川普六到八个点 在几天之前川普的话在另外一场这个Pennsylvania州的群众聚会里边 他同样说我在民调方面原调领先于拜登 所以在记录上面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说我have to do it again 我还是要录起救急来再干一场 所以他也是要选举的 在周末的时候华盛顿邮报跟ABC News的话 他做了一个民调公布的民调 可以看得出在民调里边 民主党跟共和党人士对这两位老人参政有什么样的意见 他说根据民主党的 他们采访了民主党还有靠近民主党的独立派人士 他们有在百分之五十六半数以上的受访人 他认为拜登不应该再选了 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要求希望他再选第二任 在四十岁的选民之中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党的人的话 这个他不希望拜登再来选了 尽管在过去几个月里边 拜登的话为了讨好这些年轻的选票 他推动了两个议题 第一个的话是环保的议题 气候变迁的这些方案他推动了 并且他也是要减免学生贷款这方方案 但是没有吸引到年轻人的支持 所以这个选票可以看得出 这个三分之只有三分之 百分之三十五 三分之一的人希望拜登再连任 百分之五十六的人是不希望他再选的 同样的在这个共和党里边 他这个民调显示出来 他们问了查问了共和党 还是比较靠近共和党的人士 他说有原来的话 要求川普竞选连任的话非常高 但是他现在已经跌下来了 跌到百分之四十七 百分之四十七的共和党人士 认为川普这个应该连任 但是的话也有其他的百分之四十六的人 希望换人来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显示出来 川普支持要求川普竞选连任 这个还是占一个百分点多一点 所以还是比较多的 在里边他也提到的话 在这个在希望将来的话 就是将来有可能这两个老人 再度来这个国足2024年的总统选举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也提到了话 这个川普为什么到现在为什么迟迟 还不宣布他要割阻呢 是不是提早宣布的话 他就可以占位置呢 因为佛州的州长Dissantos 他也是想办法要争取民主 共和党的提名 他根据这个政坛的分时 分成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如果是川普现在宣布 割阻2024年的选举 那将来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中期选举的结果 因为民主共和党 他现在必须要团结 他不能够让川普这个派系 会影响到这个共和党获胜的机会 他们也不希望的话 就是内部的分裂 所以的话他现在要等着 共和党当选了 拿回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 再来宣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川普个人的原因 因为川普在总统落选之后 民众有很多民众捐钱 其中Save America拯救美国这部分 他筹款基本上达了3亿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PAC 政治团体 他也是叫Mega的团体 大概也有一亿的资金 这两个可以说是政治利益团体 都是捐钱给川普 川普也号召他的选民 他的支持者 以后捐款给这两个政治PAC 行动小组 这个两个政治行动小组 是属于川普所操控的 一旦指他作为选举候选人 那这两个基金的经费 他就没有主控权了 现在他可以利用这两个基金 捐款来支持他的所有 支持他的共和党候选人 来扩大他的影响 争取这个共和党的提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说 经常在媒体上面说 恩教法规 我不能够说 我当时要割筑2024年的选举 就是为了确保 这两个PAC的经费 不会不能够做使用了 所以有可能在选举 这个中期选举结果之后 那他就可以宣布成为 国主陪审这个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这种的话可以看得出 将来这个政治运作的话 大概会在选举之后再进行的 1月6号国会会进行第9场的听证会 我们知道的话 在6月份开始 国会举办了8场 1月6号的听证会 在8场听证会里边 他基本上都是民主党 来攻击川普的一个平台 在里边的话 推出了一系列的 对川普很有参与者的一些 很多指控 但是因为共和党里边 只有两个代表 而这两名代表的话 都是排斥川普的 所以出现的话这个声讨大会一样 因为选举 中期选举 本来的话第8场结束之后 就到此为止 要将这个案子 递交给司法部进行调查了 但是因为这个中期选举 他在9月28号 会进行第9场的听证会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这场听证会的话 会集中在这个川普 这个身上 他会说这个1月6号 国会暴动是跟川普 有直接的关系 他会可能会传扶 这个副总统 这个Mike Pence 或者是他新边的 这个Secret Service 特勤人员 来证实Mike Pence 这个在1月6号的时候 跟川普不合 以后川普的话 煽动他的支持者 来hang Pence 要吊死 hang Pence 这个Pence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所以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他希望利用听证会 再度照着这个提醒 共和党里边的分裂 用这个川普派的 跟Mike Pence之间的矛盾 所以的话 这个是听证会 当然的话 有很多的政治目的在里边的 白宫在过去一个月推出来 我们要推动给学生减免学费 他说如果学生贷款 如果你的年收入不到12万5 或者是这种情形里边的话 你可以减免1万块钱的学生贷款 如果你再穷一些 然后申请政府的Pelgram这部分的话 低收入的家庭可以再减1万块钱 可以变成减2万块钱 国会预算委员会 今天公布了一个数字 他说按照白宫的方案 估计的话 我们美国政府要付4000亿的资金 4000亿的资金 当然这个数额被很多人解读为 就是白宫政府 为了收买年轻人选票的一个行动 白宫并没有提出任何方案 怎么样从钱里边的话 来补回这个钱 当然的话 白宫今天在看到国会 这个预算所的提出的估计的话 他并没有放弃减免学生贷款的计划 所以这个计划还是继续在推动之中 The Hills的网络平台 他今天讲了这个分事 因为在国会参众两院里边 众议院现在是这个有可能会翻盘 变成共和党的 但是在参议院里边 现在是50票对50票 参议院这个会不会翻盘 关键的话 就是要看这个七个位置 在七个位置里边的话 他提到的话 有些是好像Pennsylvania中 现任的参议员他退休了 他是属于共和党的 但是现在这个直径派的民主党人士 花尽全力在推动的话 John Featherman想办法来打败 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Dr. Oz 这两个的话 有可能的话 现在目前民调看起来的话 John Featherman在共和党的极其之下的话 是民调领先 但是Dr. Oz的话 是得到川普的支持 很有可能这个川普会在最后的几个星期 会再度投入资金 来帮Dr. Oz来选取 所以的话Pennsylvania州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另外的话 内华达州 内华达州的话 这个部分有可能现任的话 是这个民主党的现任 但是他推动了很多直径派的政策 导致治安很坏 现在领先于他的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话 这个领先于他现任者 是这个挑战的共和党候选人Adam Lexix 所以有可能会翻盘 是在内华达州赌城的这个州了 乔治亚州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选举 在这个两年以前 这个牧师 这个Warnock的话 当选了 接任了这个共和民主党的位置 而现在挑战他的话 是这个Walker也是个黑人 他是NFL的球星 非常名气非常大 所以的话 有可能会翻盘 是在这个乔治亚州 第三个 第四个的话 是Wisconsin州 有可能共和党会受很大的威胁 共和党的候选 现任者是Ron Johnson 他现在的话 面临民主党的权力攻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民主党已经投下重金 想办法将这个Ron Johnson 下放下台 Ron Johnson 他现在的话 就是他接触到很多位 这个Vissel Blower 吹口哨人士 就是指控司法部跟FBI 这个在处理川普案件里面 有这个双标的问题 所以Ron Johnson 他现在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欧海尔州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也有可能会让共和党领先的 J.D. Vance 这个是川普所支持的 以后他现在Tim Ryan 民调落后 所以有可能是会让共和党 夺回这个指席位 在North Carolina州里面 共和党人士 共和党的话 跟候选人 跟Beasley 是民主党的 这个是现任者 这个Open Seat 是没有现任者的 所以目前民调显示出来 这个共和党候选人领先 所以Arizona州这部分的话 这个Democrat的 这个Mark Kelly 他现在是受到华尔街 另外一个资本风险投资人士的挑战 并且这个Master的话 他现在民调的话 很接近Kali 有可能机会的话 和共和党会夺回这个席位 可以看得出 从这个七个重要的席位 看起来的话 共和党是有机会拿到 这个五个 以后 这个五个的话 他不要说五个 他只要拿回四个 就可以变成五十亿票 变成了一个这个多数党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是控制了参议院 那基本上他就可以调查司法部 是否武器化了 是否变成一个政治工具 并且他可以审理预算 还有阻止这个拜登政府提名任命的这些自由派的法官候选人了 现在今天 这个华盛顿邮报报导的话 在San Francisco的机场 现在已经有多家航空公司的 这个员工开始罢工 在这个飞往 在有24个机场 他现在的话 在明天开始可能会 悠行抗议 以后罢工的 所以有可能很快的 这个前两个星期 铁路可能会影响物流 影响生活 很快的话 这个航空公司也会跟进的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所比较担心的 因为在这个两个星期以前 铁路工人说我们要罢工 所以的话 拜登政府带领的这个劳工部长 还有这个朱利亚树 是我们加州华人的劳工部部长 现在现在为劳工部的副部长 他们跟劳工团体进行了这个协调 当然协调的话 这个工会 拜登政府一直都是受工会的影响 他这个总统亲自出面 变成的话是总统的一个政治 他说在总统拜登的参与之下 铁路工人取消了罢工 他其中 但是他付出的条件的话 就是在将来五年之内 这个铁路工人的涨薪水的话 要提升24% 一般老板吃不消 但是这个是属于政府的合同 合约工 所以我们纳税人要付这个贷款 要付这些涨的薪水 当然美国里面的话 有一句的话 就是讲 我们中国人讲的话 就是爱哭的小孩子有奶喝 所以现在铁路工人说要罢工 拿到了五年可以涨24%的薪水 所以对这些所有运输行业的 其他行业来说 包括航空公司来说 他们也在想办法来透过罢工 来争取到更好的 更优惠的这些薪资跟福利了 在美国曾经有这位人 让CIA很头痛的 就是他前CIA的雇员 他向这个公布了 这个他替CIA做的事情 并且他透露了一个事实 就是美国政府 对美国民众进行严厉的监控 看民众的电子邮件 还有这个手机 后来这个Snowden 变成司法部指控他 是切入国家机密 以后而通缉了 在曾经到过香港 后来就是俄国收留他 他向俄国申请了政治庇护 俄国苏联批了 也拿到当地的居民身份 他在当地的女朋友 这个在美国也飞到那边去 跟他结婚生了小孩子 在以往这个普丁 不想得罪美国政府 一直都不批 Snowden要求申请 俄国护照的要求 直到今天 布丁的话同意 以后让Snowden的话 成为拿到了俄国的公民 在美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但是俄国是承认双重国籍 所以他同时拥有美国的国籍 同时又有俄格的国籍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 以前他因为怕得罪美国 不想让这个美国通缉犯 变成俄国的公民 但是现在因为战争 他已经跟美国撕破脸了 就直接给了Snowden这个护照 加州今天也州长签署了一项法案 这个就是catelic converter 在我们汽车排废气的时候 这个muffler放出的声音很大 所以他有一个装置 可以将灭声器 像是排废气的时候 声音降得最低 以后并且过滤一些废气 但是那个装置的话 变成偷窃集团最热门的货物 一个很多车子只要放在停车 停在自己的停车场里边 只要三分钟的时间 他就可以将这个吹化器的话拿掉 你要重新replace掉的话 要换一个新的 现在已经涨到两千三千块钱了 所以加州州长签署了两项法案 这两项法案里面的话 第一项就是禁止民众购买 非法的这个吹化器 他要证实这个吹化器的话 不是偷的 所以的话你要装的话 你证实不是偷来的 第二个的话 所有这个二手车的零件收购商 他都必须对每一个这些汽车吹化器来龙去脉 要登记谁买过来的 以后是哪里车子拿过来的 是哪个车子 并且要求这些出售给二手商 中介人的所有人保存所有的记录 万一这个发现这个没有这个记录的话 那DNB会吊销他们的中介制造 销售制造 同样的 如果是你明知道是非法偷盗的 那你还是收购了 他可以是引用一个叫 receiving stolen property 接受账务罪来起诉 这也是在过去三年中第一次 加州政府通过一个会惩罚犯罪行为的法案 在过去两年多州长都是一直都是犯罪 除罪化 毒品罪除掉 以后这个大麻罪除掉 以后这个以前的这个犯罪前科 三证出去取消掉 以后加法罪取消掉 他表面上说我们是要保护 要打击仇恨犯罪 保护雅一的权益 但是的话他立法这个取消了 要求对仇恨犯罪的加法的条款 这些也是在过去三年多州长 一直所推动的犯罪去出罪化 而针对因为今年的选举年 因为他要竞选 这个有可能会竞选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现在也变起来 可以硬起来了 你可以看得出 立法跟政治是事实相关的 政客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 但是的话在选举过程之中 媒体还是一样正面宣 觉得他是打击犯罪的 就是因为他签署了这一项法案 这也是三年以来 第一次我看到的话 州长还有这个自由派的议员 会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的法案 New Mexico的检察官 有可能会起诉Alex Baldwin 针对他在拍戏之中 发生的枪击案件 我们知道的话 Alex Baldwin在New Mexico 在拍戏的时候 不小心的话 在拍戏过程之中 他开了枪 打死了摄影师 还有另外一个助理 哈林亚 这位他跟他拍了多长戏的人 他被打死的 他已经是提告了 Alice Baldwin要求赔偿 当然这个Alice Baldwin的话 他现在他说这个是无意的 因为在这个New Mexico州 这个误杀罪 它可以面临五年到十年的劳刑 你虽然是没有任何犯罪意图 但是你在使用枪的过程之中 没有遵守这些法规安全措施 你Alex Baldwin他自己作为制作人 他要确定所有的设备 所有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安全的 所以这道具一个假枪 怎么变成会打出真的子弹 打死陷影师打死助理呢 所以这个在过去一年多 检察官一直进行调查 当年Alice Baldwin他自己是个非常成功的演员 他也多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甚至乐泪 他觉得就是他 他跟摄影师的关系非常好 怎么可能会伤害到他呢 不可能 他也将责任推给其他人 所以外界看起来 他应该就是一个事故 不应该有刑事责任 但是New Mexico的检察长 他向州议会申请经费的时候 他现在还没有宣布 他会正式起诉Alice Baldwin 但是申请经费的时候 他说明年的预算案 我们要多加65万 为什么 因为在Alice Baldwin这个案子 这个事故里边 我们可能会起诉4名被告 在4名被告过程之中 我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 来打这场官司 所以要求州议会拨款 所以从这个消息里边 大家猜测 Alice Baldwin 有可能会被刑事起诉 当然Alice Baldwin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将他在 New York的一个豪宅 2900万的豪宅的话 已经列出来 准备要出售了 当然他有可能是 因为经济的原因 不一定是脱产的原因 如果就算他成功脱产了 以后将这个事 将这个财产卖掉 但是民事官司里边 还是可以追上来 就是当时这个买卖的 因为他是以事故发生的时候 这个财产有多少钱 以后如果是他在现在脱手了 将这钱的话 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他的原告的律师 就是受害人的律师 还是可以将他的财产的话 冻结以后 获取到这些赔偿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